荷西亚书第二章 荷西亚书第二章仍然跟第一章 是接续在第一章 来介绍荷西亚书的背景 和整个荷西亚书的主旨 我们今天要看的呢 特别是讲到 上帝启示我们 在天上发生的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里面讲到人因为被约 背离神就好像淫妇一样 离开了原本是我们丈夫的上帝 而导致审判 在审判之后呢 我们也看到说神的慈爱是永远长存 祂的不轻易发怒 祂的发怒也是有一段时间 当我们的审判 当我们在祂面前的悔改达到的时候 祂就带来了新约 愿意与人和好 借着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 让人与上帝丑间和好 带来的救赎和和平 那这是在上面 也就是在灵界里面发生的事情 那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二段呢 在二集到二十三节里面就讲到说 真正是天上所发生的事情 在地上就有一个回应 在天上有这样一个离婚 跟复和时而又得的关系 同时在地下呢 就看到当人被审判的时候 神的子民就被放逐 当人被再度回到上帝面前 被接纳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回归的过程 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 在第二章二节到二十三节 请记得我们待会儿在读经的时候 记得我们今天大概是读这两个方面 一个是讲到离婚被约审判 后面是讲到复和还有得到的救赎 我们现在一同来读上帝的话 我们请一同起立 我读双数节 请弟兄姐妹请应方试读单数节 和西阿书第二章第二节 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 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 我也不是她的丈夫 叫她除掉脸上的银像 和胸间的银态 我必不怜悯她的儿女 因为她们是从淫乱而生的 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她的道 竹墙挡住她 使她找不着路 她不知道是我给她五股心酒和油 又加增她的经营 她却以此供奉巴黎 如今我必在她所爱的眼前 显露她的丑态 必无人能救她脱离我的手 我也必毁坏她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 就是她说 这是我所爱的给我 为我赏赐的 我必使这些树变为荒林 为田野的走兽所吃 后来我必劝导她 领她到旷野 对她说安慰的话 耶和华说 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 就是我夫的意思 不再称呼我巴黎 当那日我必为我的名 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 并地上的昆虫立约 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 指袭征战 使他们安然躺卧 我必必永远为我请 与人应公平之爱 也已成时 聘你归我 你就必认识我 耶和华 耶和华说 那日我必应允 我必应允天 也必应允天 地必应允五谷 心酒和油 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明 我必将他存在这里 属于我们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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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们给我们的 我必应允天 也说 您是我的神 感谢上帝给我们的话 请坐 好 我们现在就看一下 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 首先在第二章第二节 我们刚刚读的第一节的经文里面 就说 这样一个关系 上帝说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 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 也不是我的 我也不是她的丈夫 这是讲到说一个夫妻之间的关系 在这里完全的断绝 在这里讲到说 你要跟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 这里讲的是以色列国 以及以色列民的关系 所以他这里是说 以色列民他的母亲就是以色列国 上帝把以色列子民 也就是以色列国当作他的妻子 所以在神的选民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原本是一个和谐夫妻的关系 上帝把他的子民看作他亲爱的妻子 当他的妻子背叛被约的时候 就好像淫妇一样被逐出 所以这句话里面就特别强调 以色列国就是好像那个背叛神的淫妇 那个妻子 也就是以色列民 也就是上帝选民的母亲 这是在第二章第二节里面 开宗民意 讲到这整卷书的一个主要的宗旨 接下来因为这样子的一个 夫妻关系的破裂 于是在天上 也就是上面的事情 在天庭里面 就有这样一个在法庭上的一个诉讼的事件 所以在二章 我们刚刚读二章前半段 二章二节到十三节里面 就有这样一个控诉的过程 尤其在第二章五节里面 我们刚刚读了 说你的母亲就指以色列国 行了淫乱 因为她被约 而且她非但被约 而且她说 我要随从所爱的 换句话说 她移情别恋 她移情别恋 她非但做淫妇 背叛她的先生 而且她还说了这样话 她说我的饼 水 羊毛 麻 油 酒 都是他们给的 就是说非但她背叛上帝 背叛她所 原本所心爱的丈夫 她还说 她现在所 所认识 所归从的这个情夫呢 是她现在所有一切的供应者 所以在这里 被告就可以看到 以色列民 上帝在天庭里面 就明明地指出 她的子民是一个淫妇 是一个背叛丈夫的妻子 她非但移情别恋 不承认丈夫的供应 而且她还说 她现在所有的一切 是她的情妇所给 这是在一个法庭上 这个丈夫来对她的妻子 也就是以色列国 一个正式的申诉与控告 好 接下来在后面呢 就有一个判决的过程 接下来在九节到十三节里面呢 就有一个判决的过程 九节到十三节里面这样说 在收割的日子 初九的日子 我必将我的五股新酒收回 而且我要显露她的丑态 而且要让她的 受到敌人的攻击 然后不会再受到保护 然后她说要追讨 她这个淫乱的罪 也就是败其她的偶像 所以在这个判决里面 在控诉之后呢 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 就讲到说 在这个审判的法庭里面 因为证据确凿 所以在法庭上呢 就有这样一个正式的判决 这个诉讼成立 判决的结果呢 是这个淫妇 这个背叛的妻子呢 她要在上帝的面前被逐出 她是正式的离婚 以及被休妻 那附带的 附带的因为这个淫妇 也就是以色列国上帝子民的背叛 上帝要收回她原有所有的供应 也收回她所有的 将以前所有对她妻子 也就是她选民的保护 同时她做这一切的事情 她要有一个终极的目的 她要追讨 她要追讨这些 拜偶像的这些罪 因为拜偶像就是说 本来她应该是 上帝的子民 应该只归从她的丈夫 忠贞于她的丈夫 也就是上帝 但是今天 以色列子民背叛神 而却是转拜其他的巴力 也就是其他的偶像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上帝就说他一定要追讨 这样一个拜偶像 也就是在上帝眼中是一种淫乱的行为 这样的一个很大的罪 当上面的法庭这样宣判 上面的法庭的宣判里面 是说到说上帝跟人的关系就完全破裂 而且有一个正式的诉讼与判决之后呢 地下就要反映天上所发生的事情 地下发生的事情呢 在二章十一节十二节里面 就是说到说 地上的燕乐就止息了 不再有平安 然后有征战 然后地呢也不再效力 所有的葡萄树 无花果树 这些天时地利 这些东西全部都被取消 所以这些树要变成荒林 它的铁 田野呢 所有的一切东西呢 都会被毁坏 被野兽所吃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 上面的事情跟下面的事情的时候 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在圣经里面 不断地用这样的启示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在世上 所遇见的任何一件事情 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很真实 的确的 我们今天在地上过的每一分一秒钟 都是真实的 我们不是在做梦 我们今天在这里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们今后 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都要在祂面前来交账 的确我们今天不是在梦中 我们今天过的是一个实际的生活 但是上帝在这里启示地告诉我们说 有另外一个reality 有另外一个真实的事情 是发生在我们眼见的世界之上 就是在天上灵界发生的事情 在灵界所发生的事情 事实上是一个主导 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它非但跟地上的事情一样真实 而且事实上 它是在永恒里面的一个真实 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世界 是真实的世界 我们不是在做梦 但是我们所处的世界 是一个有限的短暂的一个真实 短暂的一个存在 我们今天在这里所做的一切 所发现的一切 事实上是在影射 天上一个永恒的真实 所以在这里讲到 当上面的事情在发生的时候 地下的事情 就会按照天上所发生的事情 有一个对应 换句话说 我们今天在地上 所发生的所有事情 事实上的真正的主因 是在天上 是在灵界 在那里我们眼不能见 但是在那里所发生的一切是 比地上的更有价值 而且更有主导性的真实性 要让上帝要让我们看到 我们不要被我们现在 所看到的世界所迷惑 因为真正所有事情的主因 事实上是在天上 天上发生了那样一个 人与神之间 一个关系破裂的结果 以至于导致于今天地上的和谐 被完全的迫害 在地上人就没有在安全 地上有各样各式的灾难 临到人间 那不是因为我们在地上 能够做什么事情 能够挽回的 而真正的原因 是发生在天上 当我们看到这上面下面的时候 我们再来回忆 回顾一下 和西阿书的这个历史 和西阿书他在讲的时候 在第一章第一节里面 有一节经文呢 就给我们把这个和西阿书的一个 他的片段和他先知所要讲的话呢 就有一个很清楚的来描述 我们注意看一下这个图 这里面讲到年代 因为里面一开始的时候提到 犹大的四个王 乌西亚 约坦 雅哈斯 和西西加 那在以色列王就是北国 这时候南国以色列名分成南国北国 北国以色列呢 这里只提到耶罗伯安二世 只提到 但这下面还有五个王呢 到他灭亡之前 还有五个王到六个王 他没有列出来 但是如果你看这个年代 大概可以知道 耶罗伯安二世 也就是以色列北国王 是在793BC 793 西元公元前793年登基 那后面提到的这四个犹大王呢 乌西亚是790BC 约坦是751BC 雅哈斯735BC 西西加最后一个王的登基 是715BC 这个年代你看一下 那如果我们按照历史来看 知道说在以色列就是北国呢 是在722BC呢 就亡于亚述帝国 已经亡了 那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呢 在第一章第一节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说提到的 这四个王里面 尤其提到西西加的时候 西西加王是在751BC 那个时候呢 已经在以色列国已经亡了 已经亡了 所以如果按照第一节来分析的话呢 这本书的陈书时间 就是说 和西亚书真正写作完毕的时间呢 肯定是要在这个 因为提到西西加王 肯定是在以色列王国之后 因为在如果在陈书 在以色列王国之前的话呢 这个作者不可能知道西西加 因为西西加那个时候还没有登基 所以按照这样的分析的话 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 这本书的陈书时间呢 应该说是在 以色列北国已经亡国了 所以我们再回来看那些 所有的预言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说 这里面两部分的议员 在关于以色列国亡国这边的议员呢 在这本书陈书的时间 因为已经提到西西加 所以应该是已经成就了 好 所以在当上帝跟人的关系 完全破例的时候呢 下面所发生的实际 我们所发生的事件里面 就发现以色列民他的被毁 以色列国的被毁 他们被掳到 被这个亚述帝国所灭 然后他们有被掳的过程 以色列北国722BC 我们刚刚讲过 他在722BC的时候呢 也就是在尤大王的亚哈斯 那个年间呢 就已经灭国了 已经灭国 那这时候和西亚的预言呢 警告在北国方面 就讲到北国要被审判的 这一部分在陈书的时候呢 这一段预言呢 是已经应验 那特别提到了 尤大国的四个王呢 我们可以猜想说 也许这个时候呢 和西亚的预言呢 不仅是针对北国以色列 因为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了 这时候甚至呢 对南国犹大呢 也有警戒的意义 也有警戒的意义 事实上是告诉南国说 你看 我对北国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 如果你们还是重蹈覆辙 不知悔改的话呢 同样的事情 也会发生在南国犹大 所以南国也应当要悔改 当这样的审判 人跟神的关系破裂 在天庭发生的时候 地上的子民就开始 受到各样的攻击 但是这样的事情呢 并不是永久的 我们不是以一个悲剧来终结 而是因为上帝 祂不轻易发怒 而且祂的发怒 祂的审判 也有一定的时期 当这样的时期 过了以后呢 我们看到在 我们刚刚读的下半段的经文里面 十四节到二十节里面呢 他说后来 我必劝导他 领他到旷野 对他说安慰的话 后来就是指说 当上帝的子民被判 而被惩罚 被审判之后呢 日期满足的时候 上帝说 我要向他说安慰的话 上帝要收回他的审判 当这样的惩罚 审判之后 上帝要重新来接纳他的子民 他说到那日 也就是到最后那个时候呢 你必称呼我 医师 就是我夫的意思 换句话说 上帝就预言说 当审判过后 那个时候呢 你就不会再移情别恋 因为我会用我的慈神爱所 把你挽回 那个时候 你不会再说 你的情夫 是供应你一切的 你要称出上帝 是我夫 就是医师 正式的回来 那这时候上帝也说 我要从我民的口中呢 除掉这个巴黎的名号 就是外邦偶像的名号 然后最后在二十节这边 非常著名的一个经文 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重点 上帝说 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 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 聘你归我 这是到最后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说 上帝在短暂的愤怒和审判之后 要和人他的子民呢 重新立约 也就是重新的在和解 来重新一个真正的婚约 那这个婚约呢 就跟前约不一样 不会再被打破 我们等一下会看说 为什么这个后约 新约里面所建立的一切保证 是不会再被反悔 当人再度被神接纳的时候呢 这个人是神的子民呢 会跟上帝永远在一起 他不会再做一个淫妇 他不会再背叛他的神 他会称他的上帝是医师 也就是我的丈夫 上面的事情恢复 上面的事情 这个夫妻的和解呢 也带来一个名分上的恢复 如果记得上一次第一章的时候 我们牧师提到第一章 提到几个名字 当上面的事情在发生的时候 上帝就叫他的先知 就是和西亚 在地上做一件事情 就是去娶一个淫妇 然后生孩子 生了三个孩子 第一个跟第三个是儿子 第二个是女儿 那第一个儿子呢 叫做耶斯列 就是神分散的意思 scatter 神分散的意思 但是到了二章22节 就说呢 我要恢复 说耶斯列的意思呢 事实上真的意思是神栽种 你想想看 这个分散跟栽种 事实上是一语双关 它有两个意思 分散是scatter 好像是撒种的意思 撒种的意思 所以在那个时候 在审判的时候呢 上帝的子民 要被上帝分散到列国 就好像撒种一样 但是这个撒种的分散 也是暂时的 分散的目的是为了收据 撒种的目的是为了栽种 所以到了二章22节里面 当上帝收回他的审判 收回他的愤怒的时候呢 耶斯列他的真正的意思 要被演绎出来 就是神亲手来栽种 是神拆手来栽种 那这是他第一个儿子 长子的名字 记得吗 第二个他又跟这个淫妇 又生了一个女儿 第二个叫做罗路哈玛 路哈玛刚才牧师已经结识 罗是否定的意思 路哈玛是怜悯 所以罗路哈玛 就是不蒙怜悯 这一章六节 那在二章23节讲说 当上帝收回他的审判的时候呢 这个不蒙怜悯的这个名字呢 要改成必蒙怜悯 那第三个孩子呢 是儿子叫做罗阿米 一样罗是否定 阿米是我的名 所以原来第三个儿子的意思是说 上帝借着他地上所生的孩子 来告诉人说 你不再是我的子民 但是在二章23节里面 当审判结束的时候 上帝说这个名分也要恢复 要成为我名 所以当上面的事情在解决 当上面上帝人跟神之间的关系 原来是破裂 今天得到在上帝面前重新被接纳的结果呢 在天上呢 我们的名分也被改变 原来被上帝咒诅 是要被分散 被认为说不会被怜悯 也被上帝否认说是他的子民的 当上帝收回他的审判 收回他的愤怒的时候 这一切的应许和祝福 就是反过来 是上帝要亲手栽种 不免敏的 要成为必怜悯的 原来不是上帝子民的 要成为上帝的子民 这是一个复合与救赎 在天上名分复合 恢复所得到的一个结果 那当然 在天上如果复合 在天上的审判终结 当上帝已经把他的惩罚 收回的时候呢 地上的原有一切的灾难呢 就要得到一个恢复 restoration 恢复 在十八节二十一节说 当那日就是审判之后 我必为我的名 田野的走兽 空中飞鸟 地上的昆虫立约 在国中折断 公刀 指席征战 使他们安然躺卧 地壁应允 五股新酒和油 这里面就讲到说 原来原本的地是长出极离的 因为上帝在上面 对人的审判和咒诅 现在地要恢复 原来被安息 原来的这些安息被收回 地上开始有征战 当上面的事情解决的时候呢 地上的征战要止息 然后上帝原本收回的供应呢 在地上要恢复的供应 这个就是下面的事情 就讲到 当上面上帝来真正来救赎 来接纳他的子民的时候呢 地上原本被放逐的子民 就要经历这样一个回归的应许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提到说 事实上是在天上 是一个离而复合的过程 原本上帝跟他的子民 是一个夫妻的关系 原本是一个夫妻的关系 但是因为人的配叛的缘故呢 被这样一个夫妻的名分 就被上帝来终止 那到了新约的时候呢 我们就比较看得清楚 上帝跟他的子民的夫妻关系呢 事实上是在三位一体 上帝里面的第二位 也就是神子耶稣基督的身上呢 实际的被执行出来 在基督因为我们到新约的时候 就看到说 基督是那位真正的丈夫 真正的新郎 到了起诉录里面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了羔羊的婚宴 那个是上帝的儿子来婚宴 然后在里面讲到的新妇 也就是他的子民 所以原来在旧约里面 含混不清 我们看不太清楚的 只知道在旧约里面 上帝称他的子民是他的妻子 只知道这个层面 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 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 原来三位一体中间的第二位 就是耶稣基督呢 是真正把上帝跟他子民 夫妻的关系来实现的 这一位圣子耶稣 他是真正的那个新郎 就是耶稣基督 他要来做复合的事情 原本背叛 上帝的子民背叛上帝 但是到的后期的时候呢 这位真正的丈夫就是新郎 他要来做挽回的工作 他要让这个破裂的婚姻重建 他要让这个破裂的关系 来重新来修复 那这个过程到新约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 事实上不是那么容易的 是需要这位丈夫 也就是这个耶稣基督 他要付上相当的代价 他要让一个淫妇转回 不是说我赦免你就算了 这个犯的罪 在上帝的公义面前 是一定要被对付的 当上帝来赦免人的时候 这个罪还是在那里 罪必须要归在一个人的身上 那就是这一位 真正愿意来和解的 这个我们原本的丈夫 就是耶稣基督 那我们到新约的时候就看到说 耶稣基督为了要达成这个新约 为了要来挽回上帝的子民 他必须要来解决 人跟上帝之间的 这样一个仇恨的问题 所以他来到世上 为我们舍命死在十字架上 他的血呢 就满足了上帝的公义 满足了审判的一切的要求 以至于人跟上帝能够借着耶稣的血 能够和好 那这是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 看到他说他我要另立新约 要使人跟上帝和好 这就是真正的带来的一个救赎 所以在上帝上面 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是让我们知道说 何西亚说后面要讲的 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我们原本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在灵界里面破坏的时候 以至于地上就产生很多的灾难 但是上帝也给我们一个 美好的应许 说当人跟神之间和好的时候 借着耶稣基督 借着新约 借着耶稣在新约里面 看到说他当他悲举起来说 这是我们与你所立的新约 这个约事实上不是重新立的 是一个旧约 但是它是被renew的 因为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原本就是上帝说你是我的子民 他的选民就是他的子民 所以当人背叛的时候 上帝就暂时终结了那样的关系 但是到了末世的时候 这一位真正的丈夫 他要回来 要修复这个破裂的婚姻 他要来解决人跟上帝之间仇恨的事情 所以他借着他的血 借着他的十字架 就真正带来救赎 那这是在上帝告诉我们说 在天上发生的事情 在灵界发生的事情 那刚才我们也看到说 当上面的事情 就是人跟上帝之间的仇恨得到解决 当上帝的子民跟上帝的夫妻的关系 得到修复的时候呢 地上这些灾难就要止息 所以我们这一章 在第一章的时候就看到说 上帝首先他要让我们看到说 天上发生的事情是什么意思呢 地上的人看不到灵界的事情 所以上帝就借着和西亚先知 告诉世人说天上发生什么事情 不要只是关注你今天周围所发生的事 因为你今天周围所发生的事 有一个第一个原因 也就是第一个主因 是发生在天上 而不是在地上 在地上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逻辑的关系 the logical sequences on the earth 就是在地上我们看到有很多因果关系 但是我们请记得上帝告诉我们说 地上是有一些事情是有一些因果 你看些今天你发生这些事情 你可以解释说某一个地上的原因 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 地上的因果关系呢 事实上不是主因 只是第二个原因 是一个附带的原因 地上所发生的因果关系呢 是跟着天上的关系来走的 真正的发生的原因是在天上 所以上帝就借着 上帝在就业的时候就借着和西亚呢 要告诉世人 天上事实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那人看不到天上的事情 所以上帝就要求和西亚先知 用人间的方法来演出来 让你看 所以就叫和西亚呢 就娶一个这个淫妇 然后离婚复婚 在后面几章里面可以看到 他就叫和西亚 你就去娶一个淫妇 然后你就跟他离婚 然后就跟大家讲说 耶和华上帝的话领导我 我跟你的上帝的子民 就好像我今天这个关系一样 我今天在地上娶一个淫妇 这个意思是告诉上帝 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看 你们要看 事实上在天上 人跟上帝的关系 就是这样子 因为人背叛上帝 去拜巴黎 去拜其他偶像的时候呢 就好像和西亚 所娶的这个淫妇一样 他背叛了 他的自己的丈夫 而与别人行淫 所以有这样的离婚 所以离婚 然后后来又接纳他 复婚的关系 借着地上人眼睛 看得到的关系 来先知来告诉子民说 你们看 上帝要告诉你的 就是这样发生在我身上 这些实际的事情 事实上就是在灵界里面 上帝跟所有以色列民 所发生的关系 那在地上 事实上和西亚在这样做的时候 他说的预言里面 讲到北国以色列 说他将要被掳 那以后也会得到重建 这是借着他先讲天上的事情 然后就讲到地上 因为上帝跟人的关系 在天上破裂 以至于他的子民 也就是以色列国 在地上就会有被掳征战 被放逐 然后以后会回归和重建 那当然我们知道说 这本书在成书的时候 已经在西西加年间的话 那这个事情是 这一部分的预言已经应验 但重建那部分还没有 所以有一部分是已经应验的 预言咒诅 另外一部分是应许 是盼望 回归跟重建 在这个时代 还是一个预言 以色列国的预言 以色列国在窥短一想 事实上是整个的以色列民 也就是以色列的选民 也就是上帝的选民 以色列的子民 当然他们以色列民 在最早的时候 是在埃及地 被法老王奴役 后来摩西 上帝界的先知摩西 把他们释放出来 带他们出埃及 过了红海 进入旷野 让他们能够脱离 法老的释放 事实上这一切 都是在讲一件事情 就是人如何 因为得罪上帝 而被放逐的一个过程 而当上帝来 重新接纳人的时候 来接纳他的子民的时候 地上这些奴役 就会得到解决 地上这些被放逐 这些事情 就会被解决 以于得到重建 以于释放 这里我们看到说 我们看到旧约里面 讲的都是以色列民 通常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 会有一个疑惑 就是说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为什么要读 外国的历史呢 我们为什么 尤其我们为什么 要读以色列民的历史呢 这里我们就要知道 有一个文化的障碍 但是我们是很容易来解释的 因为以色列民是上帝的选民 上帝是用以色列民 来做示范 来告诉全世界的人 上帝跟人是怎么样子的 相处的关系 所以以色列民选民呢 他是一个示范 什么叫示范呢 做示范到底好还是不好呢 那要看你示范做什么 你比如说你在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以前这个体育课的时候 体育课的时候老师 那个体育课的老师都是很强壮的 不像我们这些书生 都无论弱弱的 那个体育老师 他说今天我们教boxing 我们今天假如打拳 然后就这样打 左右拳上高线下 你们都会了吗 什么时候会了 好 这个出来一个 我们来练习一下 那个被点到的 那个就是选民 出来做名 你出来 出来 然后就你打我 然后打你怎么打 打不到他 然后就被那个老师打得半死 那个就是 出来做模范的那个 那个被老师叫出来说 你出来 我们来 demonstrate 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我们来给大家 来演示 我们来演习一下 来示范一下 那个被选出来示范的那个 这个就是以色列名 上帝要告诉全世界的人 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怎么样 当人跟上帝的关系 是上帝子民的时候 上帝又是对他的子民 是怎么样子对待 那这个所以上帝呢 就用以色列选民来 做示范 不是 所有的事情 不是只做在这个人身上 而是做给所有人身上看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这个体育老师 他不是为了 要打那个人 而且他是要 做给全班来看的 所以找一个人出来 做示范 以色列名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 以色列名被选出来 被上帝选出来 给全世界做示范 说做神的子民 应该这样做 做神的子民 如果不听话 如果背叛的话 上帝会这样 会审判 因为上帝是非常 公义非常严厉 但是上帝对他的子民 也是何等的慈爱 一切的 一切的这些审判 的最终目的是 为了挽回 而不是为了惩罚 所以这个是上帝 坐在以色列名的身上 告诉全世界的人说 你做上帝的子民 上帝是这样对待你的 虽然在管教的时候 是很痛苦 但是上帝的慈爱 永远长存 当这一切的审判 管教终结的时候 上帝会用他 无限的慈爱 来将人挽回 换句话说说 所有的管教的过程 对上帝的子民来说 都是好的 因为上帝不对 他的子民 是用一个特殊的方法 这跟不是他的 非他的子民 是不一样的 上帝对其他的子民 他没有这样的义务 他也不会有一个 慈神爱所来挽回他们 但是上帝对他自己的子民 是充满了爱 所以他会管教 一个真正好的父母 你是不会溺爱你的子女的 因为你是为他好 你为了他好的缘故 你会管他 那如果你真的不爱他的话 你就随便他去 然后他以后是怎么样 你就不爱 你不是真正的爱他 你如果真正爱他 你会为他着想 同样我们的上帝 是一个最好的父亲 在天上的父亲 他知道怎么样子 来教育他的儿女 他要终极的目的 是要他的子民 能够像他一样得荣耀 这个在以色列民 埃及奴役 被释放的过程里面 就可以看到说 神的子民 上帝的子民 也就是选民 来被上帝选出来 让人看到说 上帝是怎么样子 对待他的儿女 所以如果再往上推的话 我们就看到 人类的祖先 人类的祖先 就是亚当 亚当在创世纪里面的时候 犯罪 以至于被逐出伊甸园 被逐出伊甸园 那这个就讲到一个 全部的人类的历史 人类全部历史 事实上在下面 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 一开始的时候 是人类祖先的背叛 以至于导致 在伊甸园里面被逐出 然后上帝就用他的选民 来 demonstrate 来示范 今后要发生的事情 这个被逐出的人群当中 有一部分要回归 注意 不是所有的人都回得来的 一旦被赶出去以后 当然上帝告诉人说 人一旦犯罪以后 是有一部分人 会得到救赎 那有一部分人是被弃绝的 我们是没有办法 这是上帝的主权 当被逐出的时候 全人类陷在罪里 但是在末世的时候 上帝的恩典 会让一部分的人 就是他真正的选民 他真正的子民 上帝要用他的方法 把他带回 那我们在新约里面就看到 是耶稣基督 他在十字架上 所成就的工作 最后我们看这一段经文 今天我们在二章十九的二十节里面 上帝说 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 以仁义公平仁爱 怜悯聘你归我 也以诚实聘你归我 你就必认识我 耶和华 你看里面用了好几个 不同的形容词 说他怎么样聘我 上帝说我要聘你 就是他的子民 他的子民 永远归我为妻 所以这个婚约 是不会再 不可能再被分裂的 第一个 第一个约是亚当 在亚当 后面我们会看到在荷西亚书后面里面 讲到亚当如何被约 就是说 第一个亚当 他是怎么样子 背弃了上帝 但是当 这里讲到说 上帝说 我终究呢 我要聘你永远归我为妻 所以在这个婚约里面呢 这个婚约是 unbreakable 这个婚约呢 是存到永远 是永远不会再被 永远不可能再被打破的 他用什么来做聘礼呢 他用仁义公平慈爱 怜悯诚实来 来聘礼 你想到说这个聘礼 今天我们讲到说 在古时候 现在我不知道什么样 在古时候的时候 男方 如果要娶一个女孩的话呢 他要下聘 下聘礼 那这个就是很多的东西 金银财宝 猪牛羊 这些东西 都是很丰盛的东西 来表达他的诚意 对不对 那上帝聘他的子民 为他的妻的话呢 你看他用的 他下的是什么聘呢 他用仁义公平慈爱怜悯 和诚实 今天已经没有这种聘礼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有的时候看到说 年轻人 有些年轻人他不想 尤其在台湾像日本 很多年轻人 他们就干脆的不结婚了 因为他们今天看到 眼睛所看到的所有的婚姻里面 已经不让他们产生任何的幻想 或者是任何的羡慕 所以很多人他们就干脆不结婚 因为在地上 我们看到的婚姻大部分是破裂的 很多看起来很好的 只是你不知道的实情 如果真正来 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世人的婚姻的话 很多很多都是失败的 因为我们今天看到地上的婚姻 事实上是反映我们在天上 跟上帝的关系 今天你今天在地上 所有我们跟所有人的关系 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的关系 不同在发生 但是我们不知道说 事实上所有问题会出现在地上 是因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在天上是一个主因 那是第一因 当人跟上帝的关系 产生一个混乱 产生一个背叛 背离破裂的时候 地上所有的关系 就开始分裂 就开始分歧 开始各样的灾难 就来到我们当中 所以在这里上帝说 他用他的人意公平慈爱怜悯 和诚实来聘我们 这个约是道永永远远 地上的婚姻 对你来讲 我们可以有一个祷告 有一个盼望 但是实事上告诉我们说 地上不会有这样的婚姻的 你的先生对你再好 你的妻子对你再好 地上不会有这种婚姻 地上不可能有这种婚姻 因为人有罪 人有私心 地上的婚姻不可能有 以至于我们有一个盼望 我们知道说 真正爱我们 真正用这些公平慈爱 在怜悯诚实 仁义来聘我们的 只有上帝做得到 有罪的人是没有办法 所以他说 这个约是永远归我为妻 这个婚约是道永远远远的 这个婚约是道永远远远远 是永远的成为上帝的妻子 然后我们会认识耶和华 那到了新约的时候 这一段我把它引出来 是撒该的故事 有一个税吏 撒该 结果他听到耶稣的事情 结果他因为很矮 他爬到树上去 要看耶稣 耶稣到了树下的时候 就叫他下来 然后当天就住在他家里面 告诉他说 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 就是那个税吏的家 他说因为他也是亚伯罗汉的子孙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这个真正的丈夫 上帝跟人夫妻的关系 是在第二位圣子耶稣基督的身上 被执行 被显明出来 这位真正来到世上 来做赦免工作 来挽回那个背叛淫妇妻子的 那一位是耶稣基督 真正的新郎 他来到世上 他说我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谁呢 就是他的子民 也就是他在永恒里面 已经定义要永远聘为 他妻子的那些儿女 所以他来 这位丈夫来到世上 他来寻找拯救 凡是被他找到寻回的 他就再度的接纳他 成为上帝的子民 成为基督的心腹 以至于他在人世上 所经历的一切的关系 因为天上的关系被解决 在地上就有一切的解决 所以今天这段经文 在第二章里面 继续就把和西亚书 他的主旨告诉我们 我们为什么要看 以色列人的历史呢 因为以色列人 是的历史 是要神界的以色列 告诉我们 上帝是怎么样子看人类 我们在我们地上 所发生的事情 地上有一些因果关系 但是事实上 更重要是天上的关系 当天上的关系 被修复的时候 地上的关系 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而这个解决在天上 上帝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耶稣基督 为我们舍命 以至于我们可以 重新与上帝和好 这是一个极重大的恩典 在天上我们发生 地上的人不明白 但是当耶稣基督 来到地上的时候呢 就把天上的事情 很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 让属神的子民 这个时候能够回转 不管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被耶稣找到的人 他就会醒悟过来 他就会被找到 我们每一位基督徒 都是这样 我们过去都是那个背叛的 就像亚当备约一样 我们过去都是那个背叛的妻子 但是当耶稣基督 这位真正的新郎 来到地上 来感动 来找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醒悟过来 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 重新做他一个 在永恒里面 永永远远的妻子 接受上帝永恒的爱 这是多么美 多么好的一个好消息 我们如果还没有接受他的 今天你听到了这个消息 愿上帝真正在你里面 做一个启示的工作 如果你真正是 主耶稣要来找你的那个人 你今天你会明白 我在说什么 我们一通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我们真是在你的面前 是罪孽深重 主你是用慈神爱所来对待我们 但是我们不断地在你面前 背叛背逆 天父我们说 谢谢你 谢谢你 因为你在永恒的欲职里面 聘我们永远为你 归你为妻 你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那位真正的心腹 真正的心腹的丈夫基督 来到我们当中 让我们这些 愿意成为基督心腹的人 得到一个机会 借着你 借着主 你的保鞋 我们再度地回到天父的怀抱 天父我们感谢你 上帝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 差遣你的儿子来到世上 来把我们挽回 让我们能够看清 我们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不过是天上一些事情的一个结果 让我们不要再忙于 我们世上的因果关系来应对 我们还是回到上帝的面前说 上帝啊 我们亏欠你 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悔改 我们愿意回来 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为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醒悟过来说 我们要成为你永远的心腹 求主赦免我们 接纳我们 我们在座所有神的儿女 愿主的话临到我们 让我们真正愿意在主的里面 感恩悔改 知道我们今天的身份 是何等的宝贵 我们当中若还没有接受你的 愿主的话今天临到我们 若耶稣基督的救恩 今天临到自家 就是临到你的时候 主你会明白 你会在心里面有一个回应 说我也要回家 我也要成为基督永远的心腹 愿神亲自祝福我们 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